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货币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其实货币是一种信用的标记 那么什么是信用呢 信用和信任其实是不一样的 信用其实是指负债 所以你的信用程度好 其实呢 另外一个表层的意思呢 是说您还债的能力很好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呢 我们所用的所谓的信用货币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其实呢 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呢 英国就已经把缴货税的凭证 来当做金钱的使用 那么农夫在缴税之后呢 缴到国家以后 国家会给他一个浮沫棒 这个浮沫棒的英文叫 Tiley Stick 那么浮沫棒呢 拆成两半 有一点像是我们中国的 所谓的虎符 那么要对起来呢 那表示说呢 这两半呢 是合一的 不是伪造的 那么浮沫棒上面呢 会磕上您所缴税的证明 他是用一个 在浮沫棒上面呢 磕几条痕迹 那么拿到这个 一半浮沫棒的人呢 其实可以在应急的时候呢 拿这个浮沫棒去购买 你所需要的物资 那么拿到 下一个拿到浮沫棒的人呢 就可以跟政府说我已经缴完税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信用货币的开始 那么后来呢 英国当然就是因为连年的战争 财政不好 所以呢就把浮沫棒呢 交给了金匠 也就是做金的人来做使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信用货币的开始 那我们当然知道呢 那信用货币的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负债比例 所以呢 我们其实现在拿到的货币呢 其实都是一种负债的状况 也难怪说呢 我们现在会觉得 钱越来越薄 要买东西越来越不容易 当您了解了信用 其实等于负债的时候 那么千万您在理财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太过度 扩张您的债务哦 我不是想给你 我们现在要遣开 我们现在退场 请不吝点赞 我们现在来订阅 讯会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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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